哈喽 大家好 我是林海洋 我们来谈谈台湾的总统蔡英文 2022年文昌化双季 12月已经接续到文昌化双季 大家应该蛮有感觉的 农历的12月 那我们来看一下 2022年太岁正宗会有什么样的情况呢 果不其然就发生了 我们来看一下双化季流年不利 哪些人需要注意呢 蔡英文总统属猴正宗被喷饭 不是喷饭 是喷翻 喷饭是孝食 喷翻的话就是 大家对他的言行可能有一点冲突 好 我们来看一下正宗真的就会这样 你看到没有 提早到来的我讲 提早一个月吧 12月双化季 双化季是文昌 文昌跟学校有关 跟教育有关 跟孩子有关 文昌跟学习有关 如果是跟教育部跟教育局 还有学校 老师 教职员 还有学生 包括文化工作者 还有艺文工作者 都跟文昌有关系 文昌组学习 我们讲这一颗新教学习 学习的话很多学生毕不了业 大学毕不了业 就是文昌化季 好 那当然很多学生呢 我想呢这样的事情呢 当然对学生来讲的话是一个好像剥夺他们的权利 但实际上来讲的话台湾的竞争力真的很弱 我们先讲一下台湾的竞争力真的很弱 所谓很弱呢都是集中在一些少数的 以前呢就是做大官的大跪的这些人 才有办法呢 让孩子出国念书 补习 然后呢给他们好的教育 从小就开始这个重点培养 什么叫重点培养 比如说这个人的 这个家庭里面的孩子他喜欢功课 他就重点培养他的念功课 如果他要让他将来走世界国际局势 那个路线的话就一定栽培念英文 所以双语其实对孩子们是非常重要的 以前我们念英文的时候真的很痛苦 从初中才开始念中学才开始念不是小学 现在是从幼儿班就可以开始学英文 所以幼儿班就双语学校 然后呢小学有双语学校 我觉得台湾应该要语时俱进的话呢 双语是非常重要的 我倒建议呢就是说 台湾的这个教育部呢可以由改革开始 就是双语学校开始 这双语学校如果现在开始的话 从小学就开始念英文的话 那我相信这六年的栽培呢 一定好过其他的技能的栽培 因为技能的栽培要到了一定的年龄 比如说他学设计 学建筑 学任何的事情 他要到那个时候才能够 有比较好的一个学习方法分态度 然后呢蔡英文总统提议呢 寒暑假别太长 学生暴动 网民狂酸呢 奴才要打小培养 OK 那总统蔡英文今天呢 就是昨天啦 24号出 不对 他在24号出席台湾大学 重点科技研究学院的街牌典礼的时候呢 在致辞的时候呼吁了 为了家属人才培育呢 教育界可考虑不要有那么长的寒暑假 哇 此话一说引起轩然大波 消息一出吓坏的网友 纷纷表示还好我毕业了 连学生的假也要砍 不过也有网友觉得台湾学生的假真的太多了 应该这样讲 我们要跟进欧美的话呢 其实假期不是最重要的重点 学校的一些太旧换新的一些资讯 还有学校的一些就是 比如说电脑啊 设备啊 我觉得学校的设备非常重要 学校的设备呢 其实都集中在国立中学大学 那学校好的设备呢 你看哦 如果在台北市的话 都集中在一些比较重点的小学 中学跟大学 可以看到他们的学校里面的所有的设备 而且政府补助的国立大学 国立中学 政府补助的金额真的是比较高 而且比较多 而且申请也比较容易 市立高中 市立小学都很困难 那但是现在的很多市立小学就是双语学校 内湖有啊 北投有啊 很多地方都有啊 很多区域都有双语学校 那这个双语学校其实我觉得才是重点 第一件事情呢 我走访了很多国家 我看到呢 就是欧美国家当然他们就以英语为主 那当然法国以话语为主 意大利以意大利文武为主 德语 德国以德国 德语为主 但是呢 我要告诉各位 就是呢 孩子如果将来 将来要走上世界舞台的话 要走上世界 能够在世界发光发热的话 我觉得英文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这才是呢 能够 因为毕竟现在呢 全球以英文跟中文为主的国家非常多 所以外国人也在学中文 美国现在有中文学校哦 好 所以基本上我们的中文是我们的母语 但是呢 国语是母语的话呢 接下来呢 英文特特重要 所以呢 其实有网友吓坏 我觉得不爱念书人 他就吓坏了 假期为什么可以喊我呢 爱念书人 他觉得还好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这个应该说 在一个天平上面的话呢 没有办法平衡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一下子要学校改变的话 其实有点困难 但是应该说给一个时间点 比如说 因为你这个要牵通到 教职员的上课时间哦 学生的上课会牵通到 教职员的上课时间 那还有家长的一些问题 对不对 比如说为什么很多家长 愿意把孩子送到国外去念书 从小时候重点栽培 我刚才讲过 一件重要的事情 比如说送到 欧洲 加拿大 美国去念书 英国 为什么 因为都是英语系国家 那最主要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 科技人才需要的是英文 如果没有英文的话 你学中文的 没有办法进科技公司 那所以科技公司其实它重点在于 英文教育最基础 那另外的话呢 高科技行业 绝对要英文 比如说写程式的 它需要英文 这些都是高科技行业 高科技行业它需要的是英文 它不是中文 所以我觉得呢 英文还是很重要的 那至于学生有什么想法 我觉得 教育部要研你一个方案出来 这才是重点 喷饭也没关系啦 喷酒也没关系 喷什么都没关系啦 但是 人是这样子 由奢入奢难 由奢入奢意 什么意思 你带他 给他很多假期以后 你让他说 我再让你们花时间来学习 我觉得这很困难 我倒是觉得可以在学校里面 找一些精英分子 因为呢 想努力的人 给他一个机会 不想努力的人就放牛吃草 你的人生你不愿意努力 那就放牛吃草 而不是让每一个学生都来一起上课 我觉得这不是 说学生的架势应该多长 应该可以做一些 每一个班级里面呢 找一些精英 然后呢 让他们登记 越狱 比如说在寒暑假来上课的人 这样的话就不会引起全民共分 所以呢 其实蔡总统呢 可以跟教育部可以研引一下 用这种方式 那这种方式呢 是政府补助 而不是让学生付费 也不是让家长付费 这样的话呢 免费的一些教育课程 我相信到未来 一直要实施一年两年下来 很多人会趋之入雾 而不是说你的假期要减短 你要考量到学生 家长还有教职员的问题 这个都是要全面考量的 对不对 好 你们可以在下方留言 你的孩子在念大学吗 还是你的孩子在念高中吗 都可以在下方留言 你是一个希望呢 还是有出席的妈妈爸爸吗 还是希望孩子 嫁越多越好 陪着你们去吃喝玩乐呢 如果是我的话 我很愿意配合政府的政策 小剧政策 如果政府有这么好的政策 孩子可以免费的学习 然后呢 只是缩短他们一点假期 我倒觉得我很配合 我蛮欣赏这样的一个方式 因为真的要重点栽培了 你看每一个国家 你知道吗 你看德国的孩子 他们怎么栽培德国的孩子 家里面没有什么电视 就是看书 家里面每一个人都在看书 然后呢 坐车的时候 孩子是拿着书在看的 我在北京也好 我在上海也好 你知道中国 中国人这么多 大陆的人 人口十几亿 怎么样让他们呢 能够在社会立足呢 能够让他们在世界发光发热 但除了那些富贵之家 不是做大生意的 还是 家里是做高官的 才有钱可以送孩子出国去以外 其他的 你看喔 不管是哪一个大学 清华大学 上海大学 什么大学 北京大学 我告诉各位 每一个都是呢 对孩子的期许是很高的 而且他们的从小就开始栽培了 有钱的家庭 有贵气的家庭 从小就开始 还有做生意的人呢 从小就开始栽培 还是出国念书 为什么呢 因为你给他将来呢 有路可以走 而不是呢 他有很宽广的路可以走 而不是未来呢 可以在 这个在竞争洪流中淹没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人口这么多爆炸了 对不对 一个十几亿的人口 当然他必须要有竞争力 台湾因为人口很少 现在少只挂 所以孩子呢 没有竞争力 你知道吗 什么都不会呢 来应征工作的人一大堆 就以我公司来讲好 做美编 我应征一个美编 然后应征一个动画师 几乎不太会做人 我跟你讲百分之九十 看到他的作品我都不想 不想请人了 为什么 我可以给高薪 但是呢 你的作品这么差 我怎么让你在我公司生存 不可能的事 你竞争力不够的 对不对 所以呢 我倒觉得说台湾要提升教育 还有另外一件事情 我倒觉得要呼吁我们的总统 孩子不要给他们太多的那种 想象空间 比如说 像是同性恋这件事情 有某些部分呢 他是因为基因的问题 他有同性恋的倾向 但不要鼓励 这种事情不要在校园里面鼓励 不要在课堂里面鼓励 这个真的很重要 因为天地之间为什么要有阴阳 阴阳才能调和 白天就是太阳光 晚上就是月亮的光 那月亮光是透过太阳的光 所以呢我们晚上要休息 这个叫阴阳调和 树木也一样啊 要光合作用啊 要阴阳调和啊 动物也一样啊 你说一只公的 跟一只公的动物 能够生出其他的动物吗 不可能 人与人与之间也是一样 所以为什么台湾会少子化 我倒觉得 像这个是不予鼓励的 那如果他的基因 他染色体是这样的话 我们就没有办法 我们没有办法控制 他不是这个样子 因为呢 每一个家庭所生出来的孩子 都是不一样的 每一个人都有他个人的个体 这个我倒觉得都是蛮 没有办法去控制的 好所以呢 他说照商不一定要一年一次 也可以半年一次 没有错 但也只是锁定台湾学生 同时要能吸引世界最好的学生 建议课程英语 与英语为主 现在总统也说要英语为主 消息曝光许多网友惊觉啊 还好我毕业了 然后呢 连学生价也要砍 不过也有网友觉得 台湾学生价真的太多了 那我想呢 最重要的 流言狂酸 还好我毕业了 笑惨过劳之道 学生价也要砍 寒暑假 干脆做军事训练好了 这个讲到这里的时候呢 我倒觉得像是教招这件事情 这个军事训练呢 应该是说以前呢 的年轻男孩子呢 都要两年的兵役 现在砍到剩十个月 那你看喔 从两年砍到十个月 因为都是几十年来 从民国38年以后 就没有战争嘛 没有 我们在台湾就没有什么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类的东西嘛 所以呢大家都觉得说 反正38年到现在 2021年嘛 2021年到现在的话 已经七八十年了 21年加60年 81年 那我们这83年的事情呢 根本没有战争嘛 第二次世界大战到现在 已经几十年 那几十年下来呢 不是一二十年 而是80年以上的 所以大家都觉得说 都很平安 世界很和平 是没有错 但是因为我们最近的 共军倒台非常严重 所以必须要教招 那教招呢 都教招那种七年级生 我觉得是不太好啦 因为怎么样讲 你说七年级生 他们现在就社会精英 然后一教招就十四天的话 那他工作就丢了耶 很多公司就没有办法用 尤其是那种中小企业 真的没有办法 你知道 一个萝卜一个坑啊 讲句真的 所以其实呢 政府要改革之前 不管做任何的改革之前 或者要做一些 比较重大的决策之前 真的要好好思考一下 因为毕竟这些人 不是都公务员 可以请假 那一请的假 你看他可能有小孩 有老婆了 七年级生都三十几岁了耶 三几岁的话 是不是 所以七年级生 不是就出来 骂说他们最倒霉吗 三几岁现在要买 可能有人买的房子要缴贷款 买的车子要缴贷款 生了孩子要给教育费 给奶粉钱 那你政府不可能全然补助嘛 所以既然是这样的话呢 其实政府在做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呢 都应该好好地重新思考一番 然后呢就各方面呢 来做一个审慎的一个计划 我觉得这样会比较好一点 那现在也有人讲说 皇上下子的马皮拍起来 完全不给人民思考时间 劳工嫁太多之后 学生也嫁太多 奴才就是要从小开始培养的 不过呢也有网友持不同看法 台湾的学生嫁真的太多了 对爸妈来说应该是好消息 很好 让学生也感受一下 序幕被砍架的痛苦 然后呢支持暑假长 我觉得好无聊想开学奴才遵旨 然后这种题目我一定同意 支持一堆屁孩在外面就很烦 所以你看喔 网友狂酸的话题呢 有正面跟负面的 但是呢在这个天平上面呢 怎么样让每一个人心态 都能够达到一个平衡点 这是Bilance 这个是最重要的 所以呢我倒觉得呢 像这种情况的话 父母亲如果是我是父母亲的话 我是会支持的 那但是孩子不一定肯配合啦 那当然赵沙康警告啦 从没有总统敢动学生寒暑假 蔡英文检讨三件事 请蔡总统检讨三件事 总统动不动寒暑假 我觉得跟教育部严理好的话 如果有一些对孩子或者对家庭 或者对未来企业有帮助的 也不一定要踏法到这种程度啦 那讲句真的喔 那蔡英文昨日呢 24日出席台湾大学 重点科技研究院的节牌典礼的时候 就开始呼吁了 那我想呢赵沙康他在脸书发文痛批 蔡英文的言论 莫非都忘了自己学生时代的寒暑假是怎么度过的吗 那又怎样呢 对不对 人家现在是当总统 不管他怎么样的一些是是非非 人家还是当总统 不管怎么样的话呢 人生呢都有不同的境界 那我倒觉得赵沙康先生也不用酸到这种程度啦 我们平常先讲啦 我跟赵沙康先生也认识啦 我早期也都上他电视节目 但是我觉得像这样讲的话呢 是你看蔡英文现在快70岁了耶 今年68了 马上就68岁了 那赵沙康更老 对不对 70几岁了 那我觉得说 在那个年代跟这个年代 不能够相提并论 因为呢 现在是时代跟以前的时代不一样 以前我们努力就会赚到钱 现在年轻人他没有技能 没有专业 他根本没有办法在这个社会生存 不是吗 难道赵沙康没有生小孩吗 你的小孩没有送到国外念书 还是你的小孩都是念台大的呢 因为我没有查过我不知道 就是说学生 他应该 你看我们是从小就补习 我们这个年龄是从小就开始补习 小学开始补习 补到多晚 晚上9点才回家 补数学补英文 什么都在补 国文也在补 我们是从小就补 补习 补习 不过我因为以前在学校 学习成绩的时候 我都考前三名 所以我父亲在教育界 他当了校长以后 他对家里的孩子更是严谨 所以我们从小就是补习 补习 然后到中学也是补习 哪有寒暑假科研 根本没有寒暑假科研 我们已经被操练到 没有寒暑假那种快乐感 但是呢 当然会有 也不完全没有 因为寒暑假的课程 不会说排的满满的 我倒觉得像这种情况 那为什么一个人能够出类拔萃 我觉得他跟他的学习有关系 绝对跟学习有关系 这个月呢是文昌化妆季 我站在公平的角度上来谈的话呢 你想想看 为什么现在还有那个 EMBA的课程呢 为什么 因为很多大老板 他要与时俱进 去学校再回锅一下去念念课程 念念什么财快啦 金融啦 经济啦 管理啦 对不对 那他不回锅念 他的经理人也要回锅念 要不然公司怎么经营呢 公司经营最重要的是 是什么 太懒散 给太多价 讲句真的 以前公司能够飞房腾达 都是因为呢 那个隔周修 现在是一周修两天不打紧 年价一大堆 一年修一百多天的价 三百六十五天修一百多天的价 其实真的还蛮多的 我平良心讲真的还蛮多的 企业是很辛苦的 我讲句两句话 你看一直在修价 那你要用更多的人去补那些空缺 你必须要用更多人去补那些空缺 因为休假太多了 那很多工作没有办法如期完成的时候 是不是要用很多人去补空缺呢 对不对 你们可以在下方留言 好吧 我相信当企业老板 或者开店面的老板都很辛苦的 三班子 7 三班子 开餐厅要两班子 开饭店也要三班子 然后呢 像是那个百货公司也要三班子 最少两班子 你想想看11点开门 11点开门到下午的时间呢 他到几点钟 他开始又要换一个晚班的 对不对 到晚上9点 都是两班子三班子 为什么 餐厅也一样啊 餐厅最少两班子啊 你如果大的餐厅全部都是两班子 好 那话说回来 想赚钱人家就会去努力 不想赚钱人家随便他嘛 对不对 那不想念书就随便他 我倒是觉得说 可以在每一个学校里面找一些精英分子 然后愿意去上课的 然后愿意在学校里面上课的 或者呢 政府给予重点栽培跟教育 这个是非常好的 而且是免费的 我先讲清楚 先免费的 对不对 那如果国家愿意花这样的 钱给孩子们这样教育 我是举双手赞成的 我讲句两校 我跟邵邵康的思维母一样 好 所以呢 我希望大家呢 加强运动锻炼身体 然后呢 除了这个以外呢 我们也不能把时间浪费掉 你想在将来在世界上发光发热 你想在人生的旅途上面没有白走这一招 想想看 你要爬上一个高峰 你必须要走过坎坎坷的路程 等你爬上高峰以后 你再回头看一下 那些坎坷的路程 对你来讲 已经都不是重要的事情了 就像我一样 我现在都不愿意退学 为什么 因为不是为了赚钱而已 人生要有一个 要立志 你的志在哪里 你要往那个志气方向去走 人生一定要立志 才会有未来 所以我还是呼吁我们的孩子们呢 好好的去学习 如果你看到海洋老师的视频 你是很幸运的 你相信我 谢谢大家 别忘记帮海洋老师按赞分享 不过呢 我们蔡总统真的犯太罪 有时候发言要小心一点 拜拜